本文系吉祥文化团队原创,全网开通原创报复,禁止一切抄袭,洗稿,如有发现,必严肃处理,原创不易,欢迎关注交流,战争,是中东的常态, 一般是哪个国家一旦开始有了内战的苗头,然后就会引来西方世界的加入,然后变成一个多方学历的战场,叙利亚战争为什么打了八年,这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,北约等国家的加入,真是为了促进地区和平吗? 我们要打一个问号,最近,伊朗国内也开始闹腾了起来,伊朗媒体报道称,在前些日子,伊朗西部多个城市,遭遇不明武装组织的重大袭击,目前已经有三个城市失去控制,现在局面十分紧张,很多军迷也是很惊讶, 作为中东第二军事强国,伊朗这是怎么了? 敌军好像对伊朗各个军火仓库,以及军事基地谋得很清楚,经常会给伊朗的关键部位带来极大的打击。 目前,伊朗已经顺势了不少的弹药了,甚至有一些短程导弹也在这次提击中被敌军炸毁。 据专家分析,本次不明武装分子,应该是属于近期在伊朗西部地区活跃异常的库尔德武装分子,这也是出乎了大家的意料。 但是该专家说到,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这只库尔德武装绝对不是简单的武装分子,可能是集结了伊拉克的库尔德武装分子,以及叙利亚的民主军,也称为库尔德武装分子。 这次袭击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,这次极有可能是中东拳、布库尔德武装分子一起谋划的一起袭击事件。 这对伊朗来讲,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,不论是伊拉克还是叙利亚,在爆发大规模战定之前,都是先从内战开始的。 目前,伊朗已经集结部队向西部进军,势必会有一场恶战要打。 接下来就看伊朗能不能将本体事件的苗头扼杀在摇篮里了,一旦全面爆发冲突,那边美军和以色列也一定不会袖手旁观,对于伊朗来讲可能是多重打击。 就现在来看这起袭击和美军有没有关系还真不好说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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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